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een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ala bina muhammadin Salaallahu alayhi wa sallam wa ala alihi wa sahabihi ajma'in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在前面的学习当中 我们已经学习了古兰经的开端章以及中程章 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古兰经的另外的一个简短的章节 当然也是我们经常所用的章节 这个章节跟下面的一个章节 叫做两个用来求护的词 是胜讯里面记述了 当我们遇到了比如受到了魔术的侵害 或者什么的其他的这些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念着两段经文来作为祈祷 首先我们还是来学习它的颂度 这一章叫做曙光章 在古兰经当中被排在第113章 奉自仁致持的安拉之名 你说 我求护以树光的主 免遭它所创造者的毒害 免遭黑夜笼罩时的毒害 免遭吹破坚决的主义者的毒害 我免遭吹破坚决的主义者的毒害 你说 来自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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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 以及各种动物的伤害 我们向创造万物的主宰求保护 免遭这一切的伤害 免遭黑夜笼罩时的毒害 也就是说 黑夜中的伤害和夜间的活动 是恶灵及有害的动物的伤害 免遭吹破坚决的主义者的毒害 也就是指那些有邪术的魔术师的毒害 他们把打成了结 然后在里面吹入邪气 就能伤害到人 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免遭嫉妒者嫉妒词的毒害 也就是说 嫉妒者他就喜欢对方的恩典消失的人 这些嫉妒者 他们不喜欢别人获得恩典 看到别人获得恩典的时候 就会眼红 所以我们需要求安娜的保佑 免遭这些嫉妒者的毒害 求安娜戳败他们的阴谋 这就是这一节古南经 虽然很简短 但是意义且很丰富 希望我们能够经常的诵读 能够学习掌握它 阿尔哈姆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